正在乌兹别克斯坦访问的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 周四向上河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职委会通报了日前在北京天安门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 孟建柱进一步明确指出这起恐怖袭击事件的幕后支持者就是东一域恐怖组织 而在同一天国防部发言人回应称 中国军队在必要时将根据国家统一部署打击各种暴力恐怖活动 周四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参观了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机构职委会 孟建柱向上河组织地区反恐机构职委会通报了10月28号 发生在北京的暴力恐怖袭击事件 孟建柱指出当前国际恐怖活动处于活跃上升期 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受到恐怖主义威胁 北京的这起暴力恐怖袭击就是在这样的国际大背景下发生的 孟建柱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要进一步加强合作 坚决打击恐怖主义 上河组织它原来最初的功能就是安全功能 它成立的时候就是它是第一个打出反对分裂主义 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 这是国际组织里面第一个明确打出这个旗帜的 中国本身就是上河组织的一个重要成员国 当中国作为一个恐怖活动的发生国出现这个情况之后 它有权利并且实际上还是有义务 那么向相关国家通报在中国发生的整个恐怖事件 上河组织地区反恐机构支委会主任张新峰 对这起暴力恐怖案件表示极大愤慨 并且予以强烈谴责 支委会坚决支持中方彻底查清这起暴力案件 将尽快将此案通报上河组织各成员国 并将根据中方请求运用上河组织反恐合作机制 协调各方与中方保持沟通 并且配合中方对这起案件开展侦查 严厉打击一切暴力恐怖分子 反恐是上河框架内的核心热物 位于乌兹比克斯坦首都塔什干的上河组织地区反恐机构 是在2004年正式启动 并且作为上河组织的两个常设机构之一 而且在当前的形势下 仅靠本国的力量是难以应对的 开展国际合作 这是大事所趋 孟建筑还明确指出 北京发生的这一起暴力恐怖事件 是一次有组织有运谋的活动 他幕后的指使者就是盘旗在中亚西亚地区的 东伊运恐怖组织 东伊运全名是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 号召使用武力分裂我国新疆 他已经被联合国列为恐怖组织 周五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发言人华春莹也再次强调 东伊运恐怖组织是中国最直接和最现实的安全威胁 也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安全构成了危害 针对恐怖主义 极端主义 分裂主义三股势力 中方将与各方一道进一步加大打击力度 维护本地区安全与稳定 10月28号中午 一辆吉普车从北京市南池子南口 闯入长安街便道 由东向西行驶撞向天安门金水桥护栏之后解惑 行驶过程中造成多名游客及直勤民警被撞 事件造成五人死亡 四十多人受伤 北京警方初步认定 这是一起经过严密策划 有组织有预谋的暴力恐怖袭击案件 今晚央视公布了案件更多的细节 这起袭击案件一共有八名嫌犯 全部来自于新疆和田 为了此次袭击 他们准备了四万元人民币 一辆奔驰SUV 数把藏刀 四百升汽油 他们到北京后藏匿在西城区 在周四举行的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 发言人杨宇军也对这起恐怖袭击进行了回应 目前全世界都面临着严峻的反恐形势 针对发生在北京的恐怖袭击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周四表示 支持对事件进行调查 正在法国访问的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周三在巴黎与法国总统奥朗德会见 奥朗德对发生在天安门前的暴力恐怖事件予以谴责 奥朗德强调 恐怖主义是国际社会公害 法方感同身受 向中方表示慰问 并且对遇难者表示哀悼 香港《大公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认为 东突等恐怖主义势力 加大了针对政府机关 军警部门 普通民众的袭击力度 既有东突极端意识形态始终亢奋的内在原因 也有国际反恐局势出现一定缓和 给中国反恐带来更多复杂因素的外部原因 在美国撤军阿富汗大背景下 恐怖主义确实呈现了抬头的趋势 最近高调支持美国反恐的巴基斯坦 接连遭遇恐怖袭击 世界上就是这种地区和国际反恐局势 出现微妙变化的反应 外部的所谓宽松环境影响到中国国内 特别是到新疆地区 这给本来就内外勾结的恐怖主义势力 以极大的转环空间和操作余地 新疆的反恐形势严峻 与此存在着必然的联系 那么就可以以为未来 就是说随着美国的整个战略动营 包括对中亚地区相关地区 反恐问题的压力的减弱 那么中俄双方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 恐怕将面临着比以往更加复杂化的 这种反恐压力